红楼梦 第116回 德通灵 幻境物仙园 宋慈旧 故乡全孝道 幽土孝坛 制作 话说 宝玉一听摄月的话 身往后仰 腹又死去 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 摄月自知失言治祸 此时王夫人等也不急说她 那摄月一面哭着 一面打定主意 心想 若是宝玉一死 我便自尽跟了她去 不言摄月心里的事 且言王夫人等见叫不回来 赶着叫人出来找和尚救治 岂知甲正进内出去时 那和尚已不见了 甲正正在诧异 听见里头又闹 急忙进来 见宝玉又是先前的样子 口观紧闭 脉袭全无 用手在心窝中一摸 尚是温热 甲正只得急忙 请一罐要救治 那只那宝玉的魂魄 早已出了窍了 你倒死了不成 却原来恍恍惚惚 赶到前厅 见那宋玉的和尚坐着 便失了力 那只和尚站起身来 拉着宝玉就走 宝玉跟了和尚 觉得身清如液 飘飘摇摇 也没出大门 不知从哪里走了出来 行了一程 到了个荒野地方 远远地望见 一座牌楼 好像成道过的 正要问那和尚时 只见恍恍惚惚 来了一个女人 宝玉心里想到 这样旷野地方 哪得有如此的利人 必是神仙下界了 宝玉想着 走进前来细细一看 竟有些认得的 只是一时想不起来 见那女人和和尚 打了一个照面 就不见了 宝玉一想 竟是尤三姐的样子 越发纳闷 怎么她也在这里 又要问时 那和尚拉着宝玉 过了那牌楼 只见牌上 写着真如福地四个大字 两边一幅对联 乃是 家去真来 真胜假 无缘有事 有非无 转过牌坊 便是一座宫门 门上横梳四个大字道 福善或隐 又有一幅对子 大书云 过去未来 末未至闲 能打破 前因后果 须之亲近 不相逢 宝玉看了 心下想到 原来如此 我倒要问问 因果来去的事了 这么一想 只见鸳鸯 站在那里 招手而叫她 宝玉想到 我走了半日 园不成出园子 怎么改了样子了呢 赶着要和鸳鸯说话 岂之一转眼 便不见了 心里不免疑惑起来 走到鸳鸯站的地方 乃是一溜佩殿 各处都有匾额 宝玉无心去看 只向鸳鸯立的所在奔去 见那一间佩殿的门 半眼半开 宝玉也不敢造次进去 心里正要问那和尚一声 回过头来 和尚早已不见了 宝玉恍惚 见那殿羽威鹅 绝非大观园景象 便立住脚 抬头看那扁鹅上写道 隐觉情吃 两边写得对联道 喜笑悲哀 都是假 贪求私慕 总阴吃 宝玉看了 便点头叹息 想要进去找鸳鸯 问她是什么所在 细细想来甚是熟识 便仗着胆子推门进去 满屋一瞧 并不见鸳鸯 里头只是黑漆漆的 心下害怕 正要退出 见有十数个大厨 厨门半眼 宝玉忽然想起 我少时做梦成到过这个地方 如今能够亲身到此 也是大幸 恍惚间 把找鸳鸯的念头忘了 便壮着胆 把上手的大厨 开了厨门一敲 见有好几本册子 心里更绝喜欢 想到 大凡人做梦 说是假的 岂只有这梦 便有这事 我常说 还要做这个梦 再不能的 不料尽 被我找着了 但不知 那册子是 那个见过的不是 伸手在上头取了一本 册上写着 金灵十二柴正册 宝玉拿着一想到 我恍惚记得是那个 只恨记不得清楚 便打开头一页看去 见上头有画 但是画迹模糊 再瞧不出来 后面有几行字迹也不清楚 尚可模拟 便细细地看去 见有什么预待 上头有个好像林字 心里想到 不要是说林妹妹罢 便认真看去 底下又有金簪学里四字 诧异到 怎么又像她的名字呢 复将前后四句 合起来一念道 也没有什么道理 只是暗藏着 她两个名字 并不为奇 独有那帘字 探字不好 这是怎么解 想到那里 又自催道 我是偷着看 若只管呆想起来 唐有人来 又看不成了 遂往后看去 也无暇戏完那图画 只从头看去 看到尾儿有几句词 什么相逢大梦归一句 便恍然大悟道 是了 果然机关不爽 这必是元春姐姐了 若都是这样明白 我要抄了去 戏完起来 那些姊妹们的 受邀穷通 没有不值得了 我回去自不肯泄露 只做一个 未补先知的人 也省了多少闲想 又向各处一瞧 并没有笔焰 又恐人来 只得忙着看去 只见图上 隐隐有一个 放风筝的人 也无心去看 急急地将那 十二首诗词 都看遍了 也有一看便知的 也有一想便得的 也有不大明白的 心下牢牢记着 一面叹息 一面又取纳 金灵又覆策 一看 看到堪现幽灵有福 谁知公子 无缘 心前不懂 剑上面上 有花席的影子 便大惊痛哭起来 待要往后再看 听见有人说道 你又发呆了 林妹妹请你呢 好似鸳鸯的生气 回头却不见人 心中正自惊疑 忽鸳鸯在门外招手 宝玉一见 喜得赶出来 但见鸳鸯在前 隐隐绰绰地走 只是赶不上 宝玉叫道 好姐姐 等等我 那鸳鸯并不理 只顾前走 宝玉无奈 尽力赶去 忽见别有一栋天 楼阁高耸 垫脚玲珑 且有好些宫女隐约其间 宝玉贪看景致 竟将鸳鸯忘了 宝玉顺步走入一座宫门 那有奇花异会 都也认不明白 唯有白石花篮 围着一棵青草 叶头上略有红色 但不知是何名草 这样金贵 只见微风洞畜 那青草已摇摆不休 虽说是一只小草 又无花朵 其妩媚之态 不禁心动神怡 浑霄魄 宝玉只管呆呆地看着 只听见旁边有一人说道 你是哪里来的蠢物 在此窥探仙草 宝玉听了 吃了一惊 回头看时 却是一位仙女 便失礼道 我找鸳鸯姐姐 误入仙境 恕我冒昧之罪 请问神仙姐姐 这里是何地方 怎么我鸳鸯姐姐到此 还说是林妹妹叫我 忘记明事 那人道 谁知你的姐姐妹妹 我是看管仙草的 不许凡人在此逗留 宝玉玉带要出来 又舍不得 只得央告道 神仙姐姐姐既是那管理仙草的 必然是花神姐姐了 但不知这草有何好处 那些女道 你要知道这草 说起来话长着呢 那草本在灵河岸上 名替江珠草 因那时违败 幸得一个神鹰侍者日以甘露灌溉 得以长生 后来降凡历劫 还报了灌溉之恩 今返归真境 所以 仅换仙子命我看管 不令风缠蝶恋 宝玉听了不解 一心一定 必是遇见了花神了 今日断不可当面错过 便问 管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 还有无数名花 必有专管的 我也不敢反问 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哪位神仙 那些女道 我却不知 除是我主人方向 宝玉便问道 姐姐的主人是谁 那些女道 我主人是肖香妃子 宝玉听道 是了 你不知道这位妃子 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 那些女道 胡说 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 虽好为肖香妃子 并不是鹅黄女婴之辈 何得与凡人有亲 你少来混说 瞧着 叫历史打你出去 宝玉听了发症 只觉自行慧拙 正要退出 又听见有人赶来说道 里面叫请神婴侍者 那人道 我奉命等了好些时 总不见有神婴侍者过来 你叫我哪里请去 那一个孝道 才退去的不是吗 那侍女慌忙赶出来说 请神婴侍者回来 宝玉只道是问别人 又怕被人追赶 只得量枪而逃 正走时 只见一人手提宝剑 迎面拦住说 哪里走 虎得宝玉惊慌无措 仗着胆抬头一看 却不是别人 就是游三姐 宝玉见了 略定些神 央告道 姐姐怎么你 也来逼起我来了 那人道 你们兄弟没有一个好人 拜人明节 破人婚姻 今儿你到这里 是不饶你的了 宝玉听去话头不好 正子着急 只听后面有人叫道 姐姐快快拦住 不要放他走了 游三姐道 我奉妃子之命 等侯已久 进而见了 必定要一见 斩断你的陈远 宝玉听了一发着忙 又不懂这些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只得回头要跑 岂知身后说话的 并非别人 却是情闻 宝玉一见 悲喜焦急 便说 我一个人走迷了道 遇见仇人 我要逃回 却不见你们一人跟着我 如今好了 情闻姐姐 快快地带我回家去吧 情闻道 事者不必多疑 我非情闻 我是奉妃子之命 特来请你一会 并不难为你 宝玉满腹狐疑 只得问道 姐姐说是妃子叫我 那妃子就是何人 情闻道 此时不必问 到了那里 自然知道 宝玉没法 只得跟着走 细看那人背后 举动 恰是情闻 那面目声音 是不错的了 怎么她说不是 我此时心里模糊 且别管她 到了那边 见了妃子 就又不是 那时在求她 到底女人的心肠 是慈悲的 必是恕我冒失 正想着 不多时 到了一个所在 只见电雨精致 色彩辉煌 厅中一丛翠竹 户外数本仓松 狼眼下立着几个侍女 都是工装打扮 见了宝玉进来 便悄悄地说道 这就是神鹰侍者吗 引着宝玉的说道 就是 你快进去通报吧 有一侍女笑着招手 宝玉便跟着进去 过了几层房舍 建一正房 珠帘高挂 那侍女说 站着后指 宝玉听了 也不敢择声 只得在外等着 那侍女进去不多时 出来说 请侍者参见 又有一人 卷起珠帘 只见一女子 头戴花冠 身穿绣服 端坐在内 宝玉略一抬头 见是黛玉的形容 便不禁地说道 妹妹在这里 叫我好想 那莲外的侍女巧诈道 这侍者无礼 快快出去 说由未了 又见一个事 将珠帘放下 宝玉此时 欲呆进去又不敢 要走又不舍 待要问明 见那些侍女并不认得 又被驱逐 无奈出来 心想要问情闻 回头四顾 并不见有情闻 心下狐疑 只得样样出来 又无人引着 正欲找原路而去 却又找不出旧路了 正在为难 见凤姐站在一所房檐下招手 宝玉看见喜欢道 可好了 原来回到自己家里了 我怎么一时迷乱如此 基本前来说 姐姐在这里嘛 我被这些人捉弄到这个份 林妹妹又不肯见我 不知何缘故 说着 走到凤姐站的地方 细看起来并不是凤姐 原来却是贾荣的前妻秦室 宝玉只得立住脚 要问凤姐姐在哪里 那秦室也不达言 镜子往屋里去了 宝玉恍恍惚惚的 又不敢跟进去 只得呆呆地站着 叹道 我今儿得了什么不是 众人都不理我 便痛哭起来 见有几个黄金历史直边赶来 说是何处男人敢闯入 我们这天仙福地来 快走出去 宝玉听得不敢言语 正要寻路出来 远远望见一群女子 说笑前来 宝玉看时 又像有迎春等一干人走来 心里喜欢 叫道 我迷住在这里 你们快来救我 正嚷着 后面立士赶来 宝玉急得往前乱跑 忽见那一群女子 都变作鬼怪形象 也来追扑 宝玉正在情急 只见那送玉来的和尚 手里拿着一面镜子一照 说道 我奉原非娘娘旨意 特来救你 灯石鬼怪 全无仍是一片荒娇 宝玉拉着和尚说道 我记得是你领我到这里 你一时又不见了 看见了好些亲人 只是都不理我 忽悠变作鬼怪 到底是梦是真 望老师明白之事 那和尚道 你到这里乘偷看什么东西没有 宝玉一想道 她既能带我到天仙福地 自然也是神仙了 如何瞒得她 况且正要问个明白 便道 我倒见了好些册子来着 那和尚道 可又来 你见了册子还不解吗 世上的情缘都是那些魔障 只要把历过的事情细细记着 将来我与你说明 说着 把宝玉狠命地一推 说 回去吧 宝玉站不住脚 一跤跌倒 口里嚷道 啊哟 王夫人等正在哭泣 听见宝玉苏来 连忙叫唤 宝玉睁眼看时 仍躺在炕上 见王夫人宝钗等 哭得眼泡红肿 定神一想 心里说道 是了 我是死去过来的 虽把神魂所立的是 呆呆的细想 兴喜多还记得 便哈哈地笑道 是了 是了 王夫人 直到旧病复发 便好言一条智 急命丫头婆子 快去告诉贾政 说是宝玉回过来了 头立原始心迷住了 如今说出话来 不用备办后事了 贾政听了 急忙进来看事 果见宝玉苏来 便道 没福的吃 你要胡死谁吗 说着 眼泪也不知不觉 流下来了 又叹了几口气 仍出去叫人 请医生诊卖服药 这里摄月正思自尽 见宝玉移过来 也放了心 只见王夫人 叫人端了桂圆汤 叫她喝了几口 渐渐地定了神 王夫人等放心 也没有说摄月 只叫人 仍把那玉交给宝钗 给她带上 想起那和尚来 这玉不知哪里找来的 也是古怪 怎么一时要银 一时又不见了 莫非是神仙不成 宝钗 说起那和尚来的 踪迹去的影响 那玉并不是找来的 头力丢的时候 必是那和尚取去的 王夫人道 玉在家里 怎么能取得了去 宝钗 既可送来 就可取去 习人摄月道 那年丢了玉 林大爷策了个字 后来二奶奶过了门 我还告诉过二奶奶 说策的那字是什么赏字 二奶奶还记得吗 宝钗想到 是啊 你们说策的是当铺里找去 如今才明白了 竟是个和尚的上字在上头 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吗 王夫人道 那和尚本来古怪 那年宝玉病的时候 那和尚来说 是我们家有宝贝可解 说的就是这块玉了 她既知道 自然这块玉到底有些来历 况且你女婿养下来 就嘴里含着的 古往今来 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吗 只是不知终究 这块玉到底是怎么着 就连咱们这一个 也还不知是怎么着 病也是这块玉 吼也是这块玉 生也是这块玉 说到这里忽然住了 不免又流下泪来 宝玉听了 心里却也明白 更想死去的是 玉家有因 只不言语 心里细细的记忆 那时西春便说道 那年诗玉 还请妙玉请过仙 说是清耿风下 以古松 还有什么 入我门来一笑逢的话 想起来入我门 三字大有讲究 佛教的法门最大 只怕二哥不能入得去 宝玉听了 又冷笑几声 宝钗听了 不觉得把眉头儿气揪着 发起证来 游士道 偏你一说 又是佛门了 你出家的念头 还没有些吗 西春笑道 不满嫂子说 我早已断了婚了 王夫人道 好孩子 阿弥陀佛 这个念头是起不得的 西春听了 也不言语 宝玉想清灯古佛前的诗句 不禁连叹几声 忽悠想起 一床习一枝花的诗句来 拿眼睛看着习人 不觉又流下泪来 众人都见他呼啸呼悲 也不解释何意 只道是他的旧病 岂知宝玉处处积来 竟能把偷看册上诗句 据牢牢记住了 只是不说出来 心中早有一个成见在那里了 暂且不提 且说 众人见宝玉死去复生 神气清爽 又加连日服药 一天好似一天 渐渐地复原起来 便是贾政见宝玉已好 现在丁幽无事 想起假设不知几时预设 老太太的灵就九亭寺内 终不放心 欲要服就回南安葬 便叫了贾连来商议 贾连便道 老爷想得极是 如今趁着丁幽 干了一件大事更好 将来老爷起了福 声恐又不能碎意了 但是我父亲不在家 侄儿呢又不敢见月 老爷的主意很好 只是这件事 也得好几千银子 衙门里积赃 那是在积不出来的 贾政道 我的主意是定了 只为大爷不在家 叫你来商议商议 怎么个办法 你是不能出门的 现在这里没有人 我为是好几口才都要带回去的 一个怎么样的照应呢 想起把绒歌带了去 况且有他媳妇的棺材也在里头 还有你林妹妹的 那是老太太的遗言说 跟着老太太一块回去的 我想这一项银子 只好在那里挪借几千 也就够了 贾连道 如今的人情过于淡薄 老爷呢又丁忧 我们老爷呢又在外头 一时借是借不出来的了 只好拿房地文书出去押去 贾政道 住的房子是棺盖的 哪里动得 贾连道 住房是不能动的 外头还有几所可以出托的 等老爷起伏后再熟也使得 将来我父亲回来了 躺能也在启用 也好熟的 只是老爷这么大年纪 辛苦这一场 侄儿们心里失不安 贾政道 老太太的事是应该的 只要你在家谨慎些 把吃定了才好 贾连道 老爷这道只管放心 侄儿虽糊涂 断不敢不认真办理的 况且老爷回南 少不得多带些人去 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 这点子费用还可以过得来 就是老爷路上短少些 必经过赖上荣的地方 可也叫他出点令 贾政道 自己的老人家的事 叫人家帮什么 贾连答应了事 便退出来打算赢钱 贾政便告诉了王夫人 叫他管了家 自己便择了发饮长行的日子 就要起身 宝玉此时身体复原 贾环贾兰道认真念书 贾政都交付给贾连 叫他管教 今年是大笔的年头 花儿是有福的 不能入场 兰儿是孙子 福满了也可以考的 务必叫宝玉同着职考去 能够中一个举人 也好赎一赎咱们的罪名 贾连等唯为应免 贾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 说了好些话 才别了宗词 便在城外念了几天经 就发饮下船 带了林芝孝等而去 也没有惊动亲友 唯有自家男女 送了一城回来 宝玉因贾政命他复考 王夫人便不时催逼 查考起他的功课来 那宝钗席人时常劝勉 自不必说 哪知宝玉病后 虽精神日常 他的念头一发更齐僻了 竟换了一种 不但厌弃功名示尽 竟把那儿女情缘 也看淡了好些 只是众人不大理会 宝玉也并不说出来 一日 恰遇子涓送了 林黛玉的灵鹫回来 闷坐自己屋里啼哭 想到宝玉无情 见他林妹妹的灵鹫回去 并不伤心落泪 见我这样痛哭 也不来劝慰 反瞅着我笑 这样负心的人 从前都是花言巧语来哄着我们 前夜亏我想得开 不然几乎又上了他的当 只是一见叫人不解 如今我看他待袭人等 也是冷冷的 二奶奶是本来不喜欢亲热的 摄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吗 我想女孩子们多半是痴心的 白操了那些时的心 看将来怎样结局 正想着 只见五儿走来瞧他 见子涓满面泪痕 便说 姐姐又想林姑娘了 想一个人文明不如眼见 头力听着 宝二爷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 我母亲再三地把我弄进来 岂止我进来了 尽心竭力地服侍了几次病 如今病好了 连一句好话也没有胜出来 如今索性连眼也都不瞧了 子涓听他说的好笑 便扑痴地一笑 催道 呸 你这小蹄子 你心里要宝玉 怎么个样待你才好 女孩家也不害臊 连明公正气的屋里人 瞧着她还没事人一大堆呢 有功夫离你去 殷佑笑着拿个指头 往脸上抹着问道 你到底算宝玉的什么人呢 那五儿听了 自知失言 便飞红了脸 但要解说 不是要宝玉怎么看待 说她进来不怜下的话 只听院门外乱嚷说 外头和尚又来了 要哪一万银子呢 太太着急 叫脸二爷和她讲去 偏偏脸二爷又不在家 那和尚在外头说些疯话 太太叫请二奶奶过去商量 不知怎样打发那和尚 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116回 德通灵 幻境物仙园 宋慈旧 故乡全孝道 感谢您的观赏